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在今日的常规赛中,骑士客场112比109,立刻76人,取得三连胜。 赛克斯顿和阿伦开局都连续得分,恩比德这边也是不断得分。 加兰德连续得分后,骑士领先,76人这边,不断依靠恩比德得分,首截23比28落后。 第二截多特森,加兰德和迪恩维德诸重三分,骑士领先了13分。 恩比德连续得分回应,赛斯三分也中,半场恩比德得到21分,但76人,47比56落后。 一边在战后西蒙斯,连续得分,格林和斯科特各中三分。 76人,只落后一分。 阿伦回应三分后,尼尔顿连续得分,双方紧咬比分。 杰末赛克斯顿,快攻上篮。 三截过后,72比70领先。 第四截科克马茨,连得5分76人,取得领先。 此后双方,始终交替得分,最后一分钟双方,打成92平。 最后一分钟,阿伦和格林,各有盖帽。 最后赛克斯顿和恩比德,出手都不中。 比赛进入加时。 加时赛奥克罗,连得3分,赛克斯顿反击上篮。 骑士领先5分。 恩比德2加1直写后,西蒙斯和米尔顿,都两伐一众措施,追分机会。 加兰德,连续3次突破,最后40秒骑士,领先6分。 恩比德关键3分,命中保留生机,但加兰德两伐全中,米尔顿随后3分不中,比赛也就失去全面。 全场比赛赛克斯顿,28分3抢断。 加兰德,25分9助攻,奥克罗15分,8篮板3抢断。 贾瑞特·阿伦14分10篮板,迪恩维德,6分12篮板,多特森10分。 76人这边,恩比德42分,13篮板6助攻2盖帽。 西蒙斯24分,7篮板8助攻75,尼尔顿11分。 在斯库里13中,亦得到4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